一群盗墓贼在与世隔绝的海岛上 发现了一面纯铁打造的钢门 只见门上镶满了大大小小的轮盘 却并没有任何开门的锁口 盗墓贼阿伟利用劳拉父亲的性命 威胁他打开钢门 可面对如此奇怪的设计 就连通关无数的劳拉也是无从下手 然而就在下一秒 劳拉突然想起父亲留给自己的鲁班祖 竟有着异曲同工的设计 他瞬间明白过来 接着便爬上钢门 开始转动轮盘上的符号 只见他先这样 再那样 最后再轻轻转动一下正下方的轮盘 只见下一秒 所有轮盘瞬间缩进钢门内 紧接着整个钢门就突然碎裂坦坦 露出了一个巨大的洞穴入口 而这里就是传说中日本第一位女王 悲迷糊的古墓 阿伟让劳拉带头进入墓穴 结果劳拉没走多远就踩到了隐藏的机关 可奇怪的是 几小时过去墓道内竟没有任何反应 就在众人以为机关一定是年代久远失去作用时 谁就下一秒 就在其他人还在庆幸领和犯的不是自己时 结果脚下的砖块就开始快速掉 劳拉一个失足 差点就坠入万丈深渊 眼看地面很快就会完全坍坍 他急忙连滚带爬地冲到圆形的大门处 只见门上有一个洞口 应该就是停止机关的钥匙孔 与此同时 其他人也在墙壁的暗格中找到了不同颜色的钥匙 劳拉分别将钥匙放入洞口 可地面却依然在不断塌心 就在危机关头 他突然意识到 钥匙的颜色很有可能代表了新生 于是他将黄色和紫色的钥匙一同放入洞口 果然机关瞬间停止 众人这才捡回了一条小命 随后在木道的尽头 他们终于看到了卑谜扑的光明 阿伟立马命令小弟打开关盖 谁知下一秒 他们就看到了一场诡异的